曾凱編成動畫和電影的經典漫畫 咒術回戰 日前才官宣完結倒數 只剩最後五話 讓不少粉絲相當不捨 但沒想到最近近還捲入 入滑風波 一家在中國抖音 販售動漫商品的業者表示 因為得知咒術回戰作者 借見下下祝賀漫畫作品 我的英雄學院完結稱 如果沒有我的英雄學院 咒術回戰就不會開始 鑒於我的英雄學院 入滑731事件 氣到將咒術回戰 所有相關產品暫時下架 我的英雄學院四年前 由於角色命名完太 跟日本731部隊 對活體中國人進行非人道實驗 暗喻受害者的 稱呼一樣 因此慘遭眼上 作者與極音社 還為此出面道歉 解釋沒有影射 正義性歷史的意思 一切都只是巧合 其實就是違戰作者 與我的英雄學院作者 苦悅更平 交情很好 平時也經常進行公開互動 全球粉絲早就習以為常 針對最新事件 有微博網友 贊同陸華觀點 但也有網友認為 腦補過度 怒斥小粉紅 不要再度剝離心碎 在你的新聞 全面的報導